特别注意1,我们就是先用那个VIRU函数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用那个-4语参照里面的VIRU函数 OK,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LUGAVALUE是查什么,查这个人 TableArray呢,是去这个范围里面查这个,跟他讲这个范围 他查一定是查他的范围里面的第一栏 那第三个问题是,就刚刚同学问到的 第三个问题这个COL是colum,colum是栏,index number是地起 其实应该是地起栏的意思,那这边总共有第一栏跟第二栏 那他这个LUGAVALUE一定只能够查他这边范围里面的第一栏 OK,只能查第一栏 然后呢,查到的,他会把地起栏的资料帮你带回来 那我要的资料就是他里面的时数,就是第二栏,所以这边输入2 那比对方式一定要是完全一样,所以输入0 OK,所以这边的话就填空题嘛,有点像第二栏,然后输入0 然后记得等一下范围不会变动,所以把3跟16先把它锁起来 然后按个确定就好了 那如果有发生错误怎么办呢,把它过滤掉 所以再来把它剪下来,插入一个函数例用什么,逻辑里面的那个Evail Evail把这个value贴上,然后如果有错误输入0,0的话就没有OK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就完成什么,完成那个入门资料的查询,就查完了 那以后如果说你有大量资料的话,其实也很快,一下就查完了 OK,但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啦,那怎么办 就人工查,人工查的话,完蛋了,现在资料这么多,查到下班都查不完 但如果会方法的话,根本完全不用查,因为是Evail帮你查,OK 好,那再来的话呢,除了查入门的话,这边最好有个进阶 所以我如果也想要知道说,进阶老师的时数 跟入门,入门跟那个什么呢,进阶要帮我加在一起 所以怎么办,所以这个难度又更高了 所以后面的话,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呢,它有一些地方是一样的,哪些地方是一样的 就是呢,这个序值2的朋友 指的是哪个工作表 那如果说我将,如果要查序值3的话 是不是说我可以什么,把这个公式改成什么 改成序值3,对不对 你会OK了,对不对,序值3 第二个它改什么,B3到C16 C3到C16,这个是总共到16 可是问题哦,进阶的话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他只有到第14 所以其实哦,如果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查进阶的话 那很简单嘛,把这个2改成3 然后把这个C16改成C14 然后再把它打个勾 向下填满 不就查完了,有没有 这个是进阶有参加的 但是呢,问题来了 我现在不是要 这个只要进阶,也不是只要入门 我要把进阶跟入门的加在一起 进阶加入门怎么办 Ctrl-Z一下,复原一下 很简单嘛,你就怎么做呢 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对,复制一下 然后怎么样 加 对,加 就是我查到的那个时数嘛 入门的 再加上呢 进阶的时数也帮我加在一起 这样不就OK了 然后只要改哪里呢 改许子3 改C14 有没有 这样不就大功告成了 OK,然后你再来什么 把它打个勾 就两次的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所以哦 那如果以后还有一次 再加 再加 继续加 OK哦 不过其实当然啦 继续加会公式会很冗长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更简单的话 其实还可以写VBA 写VBA的话呢 他一次就可以全部帮你把所有的时数通通 管他几次 二十次三次 一样可以全部 但问题是 如果你用公式来做 如果你做过 两次三次 就感觉公式太长了 所以如果小量资料 用 用这个公式还OK 但如果大量资料 没办法 你可能要写程式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再把 然后再次